Hello 大家好 我是高兴 今天给大家又带来一个开箱 OK 我也觉得很多开箱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开箱是什么呢 我马上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有故事的态度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看一下我以前的视频 开了 在这里开箱之前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觉得每一次上网订完东西 然后在等待那个东西来的时候 那种期待的感觉非常好 好像要等收一个礼物那种感觉 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给我下面留言 我每一次在订完东西 我在等它来的时候我就有那种 快点来快点来 什么时候来啊 上网查一下的追用号什么时候来 那种感觉非常好 但是一来到感觉就没了 所以下次大家订东西 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的话 千万要订那种一到两个礼拜 或者两到三个礼拜才来的那种 运费就是那种拖运 不要这么快 OK 现在我这个也是 昨天订了今天就到了 亚马逊现在真快还是那一句 要给亚马逊点单 哎呀 老是有这种感觉 我搞不懂为什么 OK 就是这个 是一个叫做 Pa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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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ke 这个名字有点好笑 有一个叫 这个叫Papa Loke 的一个摄像头 额 这个也不是一个山寨货 它也有它自己网站 是一个刚刚开始可能一两年的 一个小公司 额 它的产品 额 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我第一次买 OK 开这个之前先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买这个也是很好笑 我之前是用这一个 我之前是用这一个 我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摄像头有型号 这个摄像头 的型号 我都已经忘记了 我先把它关掉 这个摄像头的型号连我都忘记了 OK 如果你现在看到这个摄像头 你知道这个型号是什么 我可以告诉你,你年纪跟我差不多一样了 你已经暴露了你的年纪了 然后这个摄像头真的很久了 这个摄像头大概是逻辑 这个也是一个逻辑产品 它大概在十几年 真的没有十几年 也有十一二年了 应该不止的 可能有 十 十五年十七年了吧 没有十几年 大概十三年左右 我想应该有 我都忘记真的老到我都忘记了 我在这里也暴露我的年纪 别再笑我了OK 然后这个摄像头 当年它是旗舰 我记得我当年买这个摄像头 我大概买了130美金 还是150美金 非常贵 所以当年的旗舰 旗舰产品 因为什么呢 因为前两天 有个 在youtube上面 在我的影片下面 有个人评论说 你的脸是不是打马赛克啊 我我清了 不是我清了 我看完这 我靠 并不是打马赛克 是因为这个摄像头 没错 这个摄像头的确是太久了 它只支持 480 呃 它也支持 它也支持720p 但是它支持720p 它是15 15fps 就是15帧数嘛 所以也非常慢 所以我把它调很低 我把它调到 大概320 还是480 所以那个外面真的非常不好 像素点非常严重 所以我就想 哎 这么久也该忘了一个摄像头了 所以我就 上上上上网 来把这个放开 上网买了这个 为什么买这个牌子呢 其实啊 我本来也想买逻辑啊 因为我用很多逻辑产品 啊 键盘啊 啊 鼠标啊 耳机我都用逻辑产品 我用很多逻辑产品 我就选择反正一套嘛 这样子 但是 我看了逻辑产品 就是有一个 我比较喜欢的 叫 逻辑 C922 还是C920 好像100块 还100亿左右 我就觉得 一个摄像头 这样子有点贵 然后我就上网再搜啊 后来搜到这一个 这个它原价卖啊 80块美金 原价卖80块美金 后来我找到一个 优味码 它就捡一半 就40块 所以我就40块 买这个东西 呃 这个我看很多人在评论 他说 怎么讲 他说 可以录1080 他写嘛 HD吧 1080 可以录1080 然后 30fps 在后面也有写了 这个 这些小东西我就不 呃 长细节 所以我就觉得 哎 这个不好啊 才40块 是不是 也试一下嘛 不要老是大牌子 也试一下外面的牌子 搞不好 后期新秀 新秀 是不是搞不好 也是好东西嘛 呃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这个围来我也不知道好不好 呃 现在把它打开看一下 我是看它造型挺好看我买它的 再加上它也就是呃 1080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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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小小的menu 呃 基本上也没什么东西 不用看 包装还行 不限山寨货包装还行 是怎么样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样的 ok 是这样的 怎么样 长得挺可爱的吧 我就 我就觉得它长得挺好看的 哎 它后面还有开关是怎么回 on off 是打开关掉的意思吗 因为 呃 我看我第一看到它 第一次它 40块才40块吧 呃 第二它1080 可以就是啊 30fps 嘛 第三它有一个东西 我很喜欢它 它就是这个 我看到的图片介绍就是它这个 你们看到 它这个可以塞一个小小的三脚架 就是有时候你不喜欢挂在电 电脑荧幕上面嘛 你可以放在旁边呢 啊 接一个小小的 接一个小小的三脚架 其实挺好的 这个东西 它这样子打开去挂的嘛 呃 然后它我知道它 镜头这里可以转的 它镜头这里 可不可以转 哎 不能转的 可以转的 可以转的 它镜头这里可以转的 它转的时候可以帮你调那个啊 啊 focus那个叫什么 对焦 帮你调对焦的 所以我看到的挺好的 哎 这个按钮是不是它打开它 这边有灯发光的呢 有些做视频 很多很多很多摄像头都会发光的 哎 也不用管它了 这个我也用不着 我但凡 清晰一点就好了 也不要太神奇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不帅 也不要太明显 但是也不出 也不至于马赛克吧 哥 哥 麻烦你留言注意一下好不好 我也有点形象好不好 也没有到马赛克 行不行 呃 所以 那我们现在 就不要讲嘛 直接录一段看看它这个 那个 橙素怎么样嘛 品质怎么样 我现在直接录一段 走 大家有没有看到 哇 这个画素真的还不错 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 我现在可以把它调到 1080 30fps 你们看到它这个角度挺广的 这个角度起码有 七十几八十度吧 OK 然后 然后 你们看到它连我后面那个门都拍到 OK 我这个房间也算不算小 连我后面的门都都拍到 我之前的线 我之前那个摄像头啊 摄像头 可能只拍到了这里 而且真的 不是看到它 真的蛮高听的吧 大家说是不是 呃 哇 这个 这个真的 真的挺好的 而且 我刚才说了一样东西 这个还有一个东西挺好的 我为什么买它呢 就是因为 它 它的 收音 它的卖 它有跟卖 然后它收音 它卖官网是说它 可以有 隔那个噪音啊 就是隔后面 像你电脑啊 喇叭一些 冷气啊 的噪音啊 大家听我讲话清不清晰 哇 我觉得还蛮清晰 真的挺好的 哎 四十块 OK 然后 但是 我是找到那个优位码了 如果 大家可以先去上亚马逊看看 我把那个优位 呃 优位码也放在下面 大家可以点击去看看 我不知道那个优位码 现在还能不能用 呃 而且刚才我跟大家介绍 后面不是有个开关吗 on off开关 啊 那个是摄像头的开关 它这个摄像头是没有灯的 呃 前面那个可以旋转呢 是调那个呃 对焦的 所以基本上你就 如果你呃 不上天你动一下 它就很清楚了 然后 哎 真的也蛮高清的 我算 挺好的 挺好的 我上网有看过那个呃 罗基那个9 呃 922还是920嘛 我觉得也就是这样子嘛 没什么区别啊 也没有说像我像拿单反啊 那些拍出来这么清晰 这个其实跟那个罗基那个920 真的我跟你说差不了多少 差 那个卖收音更好也说不定 呃 所以有时候上网看一下别人怎么评论也是对的 而且这个这个摄像头在网络上评论 还真的蛮高的 并不低 OK 呃 大家基本上五颗星都给到四 四点五颗星 所以我也是看到他评论很好 我才蛮差的 所以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看这么久 是不是真的蛮清晰的吧 我不是我不是骗大家嘛 我很喜欢他一样都是为什么 他可以看到旁边很多东西 不像之前一样 哇拍只拍到这里 如果大家看我以前的视频就知道 只拍到自己 OK 旁边东西都拍不到 虽然也没有什么东西好看 但是也代表他的摄像头 其实真的 呃 不错 他的角度够广 就是他广角度够广 就是他广角度够广 他才能拍这么多嘛 然后 如果你 你 你怎么 怎么讲 呃 如果你想把它缩小 那你就放近一点嘛 但是还是很清晰啊 是完全没问题吧 是不是 所以有时候东西 我我我比较喜欢一些就是 哎 后期新秀 就是有些东西 可能啊 他牌子没有很聪明 但是 呃 怎么讲 但是他其实他品质做还不错 而且价钱 呃比较中低的嘛 你像逻辑你买个最最最最便宜最便宜也要四五十块 而且还是720p的路的 1080p也没有 是不是 所以说 并不是牌子小就一定不好 OK 所以说大家 就是你买东西 大家顺便看一下别人怎么评论 就买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错的 我是这样觉得 因为大家用过吗 用的好下去评论一下 用不好别人也先去骂是不是 大家是不是这样讲 所以呃 呀 注意多么多 呃 所以还是那句 喜欢我做的视频 OK 订阅 打开小铃铛 点赞 呃 我以后为大家找更多更优味的东西 介绍给大家 OK 那这一期先这样呢 下一期再见 拜拜